在今天的节目中 MIC坦言首度公演 却遭遇哄台冷遇 四年磨一剑 MIC首张专辑 竟遭宋柯极力反对 这样的一个第一次 我觉得是有灭顶之灾的 本来说我出专辑 突然复出了 就崩溃了已经 那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你们五个人 当时有商量过 怎么样去跟老板说吗 宋总我们这出事了 神秘嘉宾动情来信 她情难自控 低头不语 她是谁 她是我们基本上 所见过的女性里面 最很坚强 相信我 不是 她现在太夸张 没见过六年 没见过这样了 最佳现场 MIC 蓄势待发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命途特别多船的 一个组合 人生的第一次 都非常重要 但是呢 MIC的第一次 都非常的惨 首先第一个第一次 就是你们第一次演出 听说 是 很惨 等一下 我想先问一下 各位举手 等一下 听我讲 听我讲 你以后说话要说清楚一点 说MIC请问一下 你们事业的第一次 是不是很惨 你不要把事业两次去掉 我就喜欢去掉这两个字 而且 方先生听我说 在你整个收盖那段的时候 约翰的表情是这样呢 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 我问一下大家 他们如果说他们第一次表演 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 我第一次看他们在我那个节目的舞台上秀的时候 我觉得说太厉害了 必须红 但是其实第一次他们被底下的粉丝说 快下台吧 是 是 是 那不是粉丝 那个是我们第一次 参加那个WCG的那个开幕式 然后我们去唱主题歌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个国际的游戏的 对 赛事 就是出生发生什么样的事啊 有请MIC 我们在干嘛知道吗 睡觉 只有王浩一个人上台了 我们 瑶瑶在睡觉 我们几个人还能冲美 待会我要怎么弄怎么 对 MIC 哎 起双起双 上台 从那个 休息厅到上台要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那个 起始动的是要背冲观众的 王浩站了一分钟 然后做这样的东西 OK 有请MIC 麦放在这里 对 麦架的 叫背对观众 十秒钟过去了 十秒钟 还只有一个人 王浩的声音越来越大 王浩我在想 那主身份不救你一下呢 不是 没有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王浩敢于站在那个台上 对 我站在那里 他敢于站在这 还敢于做了一件事 最关键 最关键是 嗯 他下去了 啊 我就下去了 就下场了 你直接就 你站了多少秒钟以后下场 呃 半分钟了 那你们每个人在睡觉 是因为当时那些人不重视你们 没有人叫你们 一定有这个原因 而且我们的学习是很圆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简易的学习是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王浩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 就是说 天哪 我感觉 你看到队友都没有来 你哪来的勇气 自己站在那个上面 没有没有 当时 当时我看到 他们就是马上就要来了 然后我上去站了半 半分钟 我感觉半个小时 所以他从那之后 开始苦练那个 会计啊 先练好他 哎 你们说谁最好欺负 谁最好欺负 这里面就约翰 约翰最受欺负 谢谢你啊 对 我那天特别想知道 就是你们四个人 你们有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是第一次登台 你印象当中 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吗 你不知道哪个是安检口 你不知道应该去哪 就是我们当时的经历 总共也就是没有经验 大家在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人 其实多出一个耳朵 听一下台下的人 有骂你们 对 表演的时候 我们的耳朵都是正大的 好 所以你们听到过 最刺耳的话 有讨论过吗 比方说我 有啊 就是说表演的时候 那时候肯定表演的 虽然说很卖力 但是 不太好的那种 一味的就是使劲 就一味这样 就觉得就是好了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没有找着 一个特别好的妆容 全都在后面 我们都听到了 没有全部 就会听到 有犀利的一两个声音 就下去吧 下去吧 然后我们下场 下场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一轮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 有人骂我们 有有有 听到 谁哪里发出来的时候 好像是那边那边 然后一有上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团结 说 听到谁骂 就盯着他看 五个人 五个人盯着他看 那是我们他演 跳舞特别凶嘛 我一看下去吧 对对对 这样就差不多是这样 第二次演就 没人敢骂了 我这样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 我特别想看一下 五个人一起对着一个 比如说李星亮 是那个哄您的人 你们五个人对他 会是怎么样 我跟你说 一定要扛住压力 因为曾经有人在网上说 李星亮你给我滚出最佳现场 我当时我就非常厉害的 把他删掉了 我就不滚 好 所以现在 你这个跟人家的比起 还好没力气 对 所以说现在我说 你们给我滚下来 对 你们会怎么样对他跳 我们五个人肯定会 一直盯着你 一直盯着我来盯着我 有跳吗 像约翰那样 然后会 就是就挑衅你 来来来来 挑衅一下 BATTLE 下场 很明显 我都不离别的观众了 我就对着你 对着你 就对着你 就可能就那样 对对 没有说那么夸张 那么凶 像杀了他似的那种感觉 当时可能我们那种歌 我们也有唱一首歌 可能会唱Poke Face嘛 就是Poke Poke Face 但我们会唱很狠 就是如果真的是到那段 就可能平时就 City One好像是我的 对 就出一个时候 我听到是他 我就会 City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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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会这样唱 就会带着气唱 带着带着就那种症 带着怒气 对 其实想想也挺幼稚的 但是没办法 对一开始 你不用care 你那时候要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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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对自己期望很高的 八个月的魔鬼训练 对 然后觉得我们出来肯定 光芒忘快 对对对 然后没有人一出来 被人喊下去吧 哪谁也接受不了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现在不会 现在没有听到 现在是上来吧 对 现在都是尖叫声 而且现在比如说就是 在从那次以后 还有没有再听到过 类似叫你们再下去吧 之类的 后来就看得开了 因为第一次打击太大了 对 就记住了 以后可能遇到这种事情就 无所谓了 自空见惯 刚才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注意到 就是你们说当时出道的时候 五个人 其实穿着跟现在比的外 有点奇怪 是什么样的一种奇怪的穿着 你们觉得 奇怪就奇怪 在第一次演出而已 就是那种风格 苏 苏格兰 苏格兰 你怎么说出来的 真是 反正我记得我穿裙子了 你穿了一个苏格兰裙子吗 对对对 那还行啊 没有关键是 不是一个人 关键是五个人 你们想要的不是说 是那种特别高级的苏格兰裙 可能那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也没有 心理也没展开 也没好好练一下 然后那时候化了妆 可能觉得 不行 我第一次化妆 我要把眼影怎么画一下 头发我要怎么去收拾 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 那时候公司就给我一个 就是传来一个意念 就是 约翰 你留胡子比较闷 然后那时候就留胡子 留胡子 但化妆就把我帮我画 那种眼线就画下来 然后还穿个苏格兰裙子 然后那个 唱歌的时候还给我拿 拿到玫瑰花 我后来想一下 如果我在台下 我也会喊下 就吗 因为我那时候 是审美 没什么 没什么就是品味 但是话说 化妆是画的 就是对的 是真的 就是因为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都比较瘦 第二次的时候 我记他们一近朋友 我说哎呦 小伙几个最近练得不错呀 就是展开了以后 你再去穿那些衣服 你能驾驭得了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那一次演出 就算我们第一次演出的 那个服装 真的是发型 包括妆容 真的是 现在回想起来 有点怪 但是那时候想起来 真的是最用心的 就用心过头了 还记得我的当时的发型吗 有没有像银角大王 银角大王 我想知道一下 你们自己觉得 自己出道后 多长时间 被大家认可了呢 2009年 米姑民营学院 米姑民营学院 算是MIC的一个 出道前的一个考试 我们拿的是冠军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就开始出道 所以做自己的第一张EP 从那以后 就开始做自己音乐 在米姑民营学院之前 在08年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出道 还是在培训的时候 然后就有幸被选到 那个韩国去跟那个FX 代言那个广告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我们代表中国 去邻国去那个什么 然后就一定不能输给 邻国的那个 因为我们是要一起 在一起跳舞 所以那个时候就 通过那个广告 一播出之后 那个就好多人就知道 这个想 这个广告里面 这几个男孩是谁 然后正在关注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米姑民营学院 就比较惊人巧合 对 刚才说到是第一次登台演出 比较惨 另外一个第一次 我觉得更惨 四年苦讯后 MNC首张专辑 尽遭宋科 极力反对 老板宋科 差点不同意你们出第一张专辑 本来说我出专辑 突然不出了 真的崩溃了 宋总 我们这出事了 作为歌手来说 这样的一个第一次 我觉得是有灭顶之灾的 就是你们的第一张专辑 就为你们刚才的 那个大老板宋科 差点不同意你们出第一张专辑 因为我们老板们当时说 就是唱片没有前景 或者说是 就是说对这么音乐 没有信心 另外它是一种 一种做商人的考量 因为就我们出完那张专辑 能体会 能了解它的用心 就是没必要 你十首好歌 你要放在一张专辑里 你为什么不一首歌一个月 一首歌一个月 一首歌就单曲 你会让大家不断地去知道你 但你一张专辑 你真的主打歌 只能宣传这么两到三首歌 你有七首歌 只有歌迷听得到 你所有其他人都听不到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抱着一种 儿时的梦想 我们要有专辑啊 一辟五六首歌 它不叫专辑 它参加不了 颁奖里的专辑 最佳专辑奖 我们要有一张专辑 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靠这一点 它为了给我们圆个梦 所以还是给我们 出了那张专辑 因为我觉得当时 可能五个人真的是 一点一点拼上来的 非常的不容易 那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你们五个人 当时有商量过 怎么样去跟老板说吗 特别 就是五个人 然后还决定 谁给宋总打电话 约在宋家 最后就是 一口同声地说 说要去找宋总 然后石头剪刀部 约翰说了 约翰打的电话 我打电话 特别特别紧张 我本来说话就有点口齿 就那电话 更口齿了 就 宋总 我们这出事了 因为我们就骗他 不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 就骗他我们这出事了 宋总可能还以为 我们这有人被打了之类的 然后 宋总说 你到底出什么事 你先跟我说一说清楚 我说宋总现在真不能说 特别特别严重 这样吧 咱们约个地方 咱们先见面吧 我们搁几个 他说你们先搁几个 都在一起吗 都五个都还好吧 我说 哎呀挺不好的 咱们那个见面再说吧 对对对对 对然后宋总就后面 半小时后 我们在 对约了个地方 一起见面 来的时候 我们五个人都好好的 他说别骗了 对我们就好好聊一下专辑的时候 谁说的这个话呢 对 我跟约翰先打的事 其实坐在那个地方 没过十秒钟 我就直接我就先说了 然后我那个人到齐了之后 我们一起说 你记得你是怎么开口的吗 我说宋总 那个 我也忘了 第一次把他转身 第二次说宋总 你被骗 对不起 真的 就我们没有过多的 去跟宋总怎么样表达 我们就很简单的 说了我们的想法 宋总很爽快 他就当天晚上就定了 没问题 就出端机 哎我发现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永远忽略那个过程 直接说当天晚上定了 当年你跟宋总谈也是 他反正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他说我这辈子就是要唱歌了 别人能回忆得起来 过程是怎么样的吗 宋总也有说 他的那个 他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说了 我们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 想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记录我们自己在一起创造辉煌的这样一个专辑 然后所以说是最后我们感动了他 就说是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去拼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们当时知不知道宋科已经要去开烤鸭店这件事 不知道 没有 真的不知道 他有透露过这样的想法给你们吗 没有 没有 或者他告诉你说 哎我觉得唱片业不行了 我觉得不能做唱片业了 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只知道他要去开烤鸭店 但是可能是副业啊 对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们还去还可以打折 但是我们还很开心 然后就有地方吃饭了 对 我想问一下 那一次你们谈话谈了多长时间 他决定答应你们的 两个多三个小时 我们今天其实采访到了宋科 他将给你们解密一下 当年为什么答应了你 大半夜给我约到一个特神秘的一个什么地上 忘了 然后说老板特别严重的事 那个那个出事 出大事 说老板你出来 我把我吓得被窝里爬起来就通了 我以为他那孩子什么病了呀 或者出什么事 然后骗上让几个人非常严肃的 跟我说老板我们想出一张唱片 十首 不是你说的那一句 我说那说说理由啊 然后我们就说了一个什么 我也没记住 但是我都同意了 感情没意我记得 如果能打动我就是这一句话 我没出我说 你们要出一张尸首 这几孩子是我 见过新人里面最敬业 然后也有才华 不用去督促你们做也不是 所以我唯一一句话就是 我坚信他们能成立 到今天这种新人是没有感受的 小孙子 都没记住说什么 都是没有记住说什么 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 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精神 已经就足以打动他 为你们出一张专辑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我们又刚开始知道 本来说要出专辑 突然不出了 在崩溃了已经 对对对 没关系 刚才只是我的第一个小礼物 我还有一个更重头的礼物 来打开我要的幸福的大门 是谁 在找到我窗 MIC收 我给队长跑跑来 一封信 等一下 先别打开 猜一猜 会是谁写来的这封信 何人动情来信 令MIC现场情绪失控 情难自尽 亲爱的 MIC宝贝们 她是谁 她是我们基本上 所见过的女性里面 最很坚强 相信我 她现在太夸张 没见过六年 没见过这样 等一下 先别打开 猜一猜 会是谁写来的这封信 除了就是我们出道以来的 歌迷给我们有寄过信 然后 我觉得就是最早 最早收到信的是 我们之前的那个 作范阿姨 就临走的时候 给我们寄过信 对对对对 然后收到信 我真猜不出来是谁写的 是你们都想不到的一个人 看一下 亲爱的MIC宝贝们 还记得2006年 公司走遍了全国 大大小小31个省份 从海选的三万里面 挑选了21人 当然 这其中就包括了 幸运的你们 在那之后 经过两年多 常人难以承受 我个人觉得 简直令人发指的 培训生活 最终 够坚定地坚持下来的 只剩下你们五个人 2010年10月20日 咱们终于如愿以偿地 在万众瞩目下 伴随着自己的第一张EP Rockstar 举办了出道发布会 2010年至2012年间 一张单曲 一张EP 两张专辑 一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 特别是最新的创作专辑 Sir Color 这张专辑已经充分地证明 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你们前进的脚步了 你们一直都是公司的骄傲 我代表公司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祝演唱会完美顺利 MIC加油 爱你们的文 他是谁 他是我们 应该算是前任经纪 但是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总监 严格意义上出道的时候 是他带我们出道 他是我们基本上 所见过的女性里面最很坚强 你们有谁意味在他肩膀上哭过的 这个当面我们很少哭 你说他特别的坚强 我想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你们五个可能都扛不住的时候 他扛不住了 他是一个可以不谈恋爱 只有我们五个人在这个世界里 真的就是为我们全心全意付出的一个 全心全意到 我们觉得我们不努力对不起他 对还有最重要他是工作 可能我们现在出道以后 每天工作量可能是不到十个小时 但他那时候带我们的时候 他工作量可能每天只能是两三个小时 那时候他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四五点了 但他那天早上他必须七八点就起床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 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是 我觉得其实在MIC的身边 围绕了很多这样的人 MIC培训了四年出道两年 对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 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集体里面 但每一个人对于我们MIC这个团体来说 他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 所以MIC一直都说 我们这个大家看到的团队其实是五个人 那MIC这个团队真正意义上的团队 他有很多人 有一些就是在我们没出道的时候 陪着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时候我们生活很艰苦 但是工作人员必须要陪着我们 艰苦到就是说你去澡堂就接冰的 你一出那个房间就外面都是冰 冬天的时候很冷 然后包括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就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要去外面上课的时候 五点多起来去挤地铁 挤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地铁 我们是因为分开来 比如说今天我们几个去 明天他们几个去 但工作人员不是 他每天都要去 就工作人员很辛苦很辛苦 我觉得现在说到对他们帮助的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人要感谢 所以我特别想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每一次大家可能都是以MIC的这样团体 跟大家说话 今天可不可以就对着我们最佳现场的镜头 每一个人把自己想说的 在MIC这六年的这种感觉说一说 我觉得家人一定是在最后方 最坚强的后方 但他们也是最难切入到你们生活中心的人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想跟家里面讲些什么也OK了 其实我今年还好 因为今年我是因为好多工作 好多通告都在大连 所以说每一次回去都能不能跟爸爸妈妈见面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要做这件事 对 就在那里 爸爸妈妈大连话说 爸妈那个不是说我平时不给你们俩打电话 我就是我不想让你们感觉到我太依赖你们 所以说很少给你们打电话 你们不要送我气啊 其实我非常想你们俩 谢谢 可以了 我其实跟我爸妈打电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五个人里面最少 因为我离开家也挺早的 我12岁就在北京上学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少往家里打电话 我从事一个行业 这么久 也 我爸妈也没看过演出 而且我妈妈是最想看我跳舞的 所以从小到大 我妈妈生我的气 我只要在她面前随便跳两下 她就能把气消下来的那种 那这次我准备 就是说12月28号在公体 我准备邀请我的爸爸妈妈 一定一定的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在台下看我演出 然后我一定会让你们为我骄傲 其实可能我跟我爸 我跟我妈我爸的这个关系 其实不是特别像母子跟父子 就是我跟健子差不多 我是从六岁小学的时候 我基本就没有跟爸妈在一起 都是我身边的叔叔啊 小姑啊 大姑这样的照顾 所以 我跟我妈会很黏 她要跟我打电话 就很黏我那种打电话 但是 我从来没有跟我妈打过电话 就是 主动打电话 跟我爸也没有主动打电话 我跟我爸更像那种男人 兄弟之间的感觉 我跟我妈更像 那种 好闺蜜 就是什么都可以聊 好闺蜜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用操心 然后我 一定会 努力的工作 然后努力的让你们过上 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呢 可能就是比较特殊 因为家里面有离异关系啊 但是现在我爸跟我还是很好 可能以前 几乎每天会给我妈打电话 但是给我爸可能一年就打一次 但是打一次并不说明 我就是 怎么着 怎么着 但我希望就是我爸现在 一切都好 然后 儿子现在也会好好的 然后我妈呢 现在去芬兰了 可能两年才回来一次 然后呢 也是希望我妈在芬兰那边环境好嘛 待着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然后到时候 回来的时候 儿子养你 我是 进入这行业以后 父母对我的一些 方式上有一些 不 特别不一样的改观 那可能上学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特别调皮的那种男孩 所以父母一直都特别的担心我去做什么 有一天晚上可能不回家 那可能会担心 姬兰可能是 可能会跟坏男孩在一块 会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之类的 那自从进入太阁麦田以后 其实我跟我爸妈 说了我进入太阁麦田 我爸妈妈去上网去查 去给太阁麦田打电话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确信说 哦 原来姚姚真的是 参加一个这样的公司 在这里面做一个艺人或怎样 那其实 自从当了艺人以后 父母对我 完全是 相当于对于一个男人在说话 再不会像一件小孩人 他们会 更重要的是 会考虑到我的感受 这一点是让我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自己这样去做的话会 特别的 反正就是 我希望 你们 相信我 我都不太相信 我都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因为真的 蛮 我汗得出来 不是 你刚才下去是 是 哎 你刚才下去是 难过了 深情想爸妈 还是 不是 他现在太夸张 没见过 六年没见过这样 六年 我觉得 因为 可能每次都会有 不一样的方式来沟通 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特别能够 理解各位 就像你们几个人 我就说了嘛 天天嘻嘻哈哈的 很开心 调侃对方 但是每个人 一定都会有 最沉浸的那一面 而且对父母的爱 一定要表达 真的 多好 要看演唱会了 也要 对 加油 哎呀 我觉得 没关系 真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 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你们 父母 我觉得 都在看你们 每一个人 可能父母看的时候 不像观众 只看一个团体 他们肯定会 更加关注 自己的孩子 表现得怎么样 我觉得 父母今天看到你们 现在的表现 一定会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 觉得骄傲 加油 然后我们期待 你们的演唱会 还有一定会认认真真 好好的听你们的 用心做的这张专辑 好不好 谢谢 加油 谢谢 你在干嘛 你好 我是Yu 有多久了 我们没见面 本必像双眼 还有错觉 你问我 那瞬间 还在春边 阳光 阳光依旧 像回忆般温热 试着相逢 让细节 复活了 那时候 谁都没 想过 永恒 Abby 哦 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哦 我想把全世界的声音都录下来 然后把这些声音当成备忘录 记下来 背影有心愿只能 你的背影像这场风景撞在眼里 一伸手差一点去抱住你 落叶依旧 秋来了就变色 不管有刻被故事拆散了 我还是你留下时间的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 我勇敢了 在这同样地点拥抱你的那一刻 突然觉得很干净 我能活着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 你为什么 眼中剩着泪水 心血一直温暖的 坚定对我说 不停对我说 我也喜欢你 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上面和我们一起 有语言 有语言 不是 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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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了 那时候 谁都没想过 永恒 我要永远记得 那一天 我勇敢了 在这同样的点 拥抱你的那一刻 突然